乌克兰局势持续恶化 2月25号中新网邀请众专家解读乌俄局势最新进展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表示 此次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的目标 极有可能是快速拿下乌克兰首都基辅 这个战争肯定不会是那种全线推进式的战争 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肯 如果那样打的话 那要拖很长时间 这拖那么长时间对俄罗斯来说 那就是有可能是一种灾难性的 那么这个战争有可能俄罗斯他目标是基辅 胡锡进认为此次战争的起因 是美国主导了欧洲对俄的政策 利用北约步步紧逼俄罗斯 将军靴踩到了俄罗斯的边境上 现在要拿下乌克兰 然后将来还有可能格鲁基亚 就这个东西等于是把北约的军靴 一直踩到了俄罗斯的边境上 这是俄罗斯他们接受不了的 北约东扩的这个大趋势没有变 对俄罗斯整个的战略挤压没有变 如果说这个北约东扩这个东西不停止 那么这场战争是个早晚的事 当地时间2月25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呼吁谈判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准备派代表团 前往明斯克与乌克兰代表团进行谈判 对此胡锡进表示 乌克兰承诺保持中立 俄罗斯才算基本达到政治目标 时政评论员邱振海表示 如果双方愿意谈是一件好事 虽然目前双方显露了和谈的意愿 但胡锡进并不乐观 所以我相信美国一定会破坏 他们之间的谈判 胡锡进表示 最终的谈判结果还要取决于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速战速决取得军事优势 得到战果 对于谈判更加有利 最终的谈判 最终的谈判 17号官方的核心 最终的谈判